你好,我是Maria,我是汪汪 汪汪来了 我们在哪里? 汪汪在老欧 对 然后今天这个视频主要是有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之前答应过我们 要把我们整个回国路的消费告诉大家 所以说今天这个视频 就是从我们27号 上个月27号开始 截止到入境了我的第一天的整个消费 然后告诉大家 然后第二件事就是 我们要给大使馆打电话 通过官方的回答里面 确认我们是否能从老欧录录回国 其实我们到老欧之后 然后也遇到了一些中国的同胞 有的也是有回国需求的 有的情况也跟我们一样的 大概我都知道了一些信息了 只是我想最后给大使馆打电话 最后确认一下官方的答案是怎么样的 对 然后我们是从4月27号离开亚美尼亚的 然后我们在斯里兰卡一共待了11天 对 然后为什么选择斯里兰卡呢 是因为在亚美尼亚 首先你回国肯定是飞机是不用想的 飞机贵啊 对也没有飞机 对也没有 然后第二个亚美尼亚你飞到东南亚国家是相当贵的 而且那个时候基本上也没机票 我估计现在也没有 所以说我们必须先从亚美尼亚飞出来 飞出来之后其实到其他国家的机票就很多了 对 所以说我们选择了一个我们都可以签证的一个地方 对 然后我们在斯里兰卡办的是电子签 一个人是36美元 然后两个人就是486人民币 对 然后其实从埃里温号飞哪儿都很贵 第二个人 第二个人 我们上次回国 我们都是去的哥鲁吉亚 对 出了其他人 然后再到了北京 对 说这个机票也相当贵 一共是两个人的话 单程都是5360人民币 机票占了大拖 飞机相当贵 有钱 有钱 那个有钱 我谢谢 对 然后我们到了斯里兰卡 是第一个hotel 是Jungo Hotel 网上叫Jungo Hotel 对 太漂亮 对 很漂亮 但是那个酒店 房间比较小 然后又融不下一个桌子 外面没有空调 我剪视频太热受不了 就只住了三个晚上 然后就换了一个酒店 对 一个晚上 一百元 对 对 说得好 三个晚上三百元 对 说得好 好 谢谢 然后第二个酒店 就稍微要贵一点 差不多是一百五十人民币 对 我们住了八个晚上 八个晚上 然后在斯里兰卡的住宿消费 十一天一共就是1492人民币 对 然后我们到了西兰卡 每个天吃多少钱 我们按高了算了 其实大家都知道 斯里兰卡汇率下降之后 其实相当便宜的 对 我们喜欢 斯里兰卡多少钱 特别喜欢 特别喜欢 然后我们就按高了算 对 我们就算每天吃4000 斯里兰卡钱 然后4000就等于75人民币 75人民币 然后11天就是875元 对 当然里面也包括了烟 我要抽烟 抽烟 也包括了啤酒 金蚤可以 对 抽烟贵 对 对 对 然后在斯里兰卡的整个消费 就是8163 包括了所有的机票 住宿吃饭 然后在斯里兰卡大概11天 其实我们没有走动 因为还有过路 有到游行的 对 然后也很缺油缺气 有的餐馆也是停电之类的 然后每个天 钱不一样 对 每天价格都在涨 所以说我们就没有到处的去走动 对 然后斯里兰卡总共有3点 我特别的印象深刻 第一点是人特别好 特别好 人 对 人特别好 特别friendly 对 真的是 谢谢他们 然后第二点就是海鲜 seafood 哦 海鲜 海鲜特别便宜 特别新鲜 特别好 然后第三点就是腌 腌 特别贵 特别贵 然后我抽的腌 基本上都是1700斯里兰卡钱 对 但换校的人民币都是31块多 31块 这三个点都给我们想特别深刻 对 但斯里兰卡呢 等它国家恢复了 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旅行的地方 不错的 推荐的 对 然后大家都看得出来 其实四年花了8000多 机票就5000多 其实这个机票如果在疫情之前的话 就是没有疫情的时候 也是相当相当便宜的 对 对 但是它即使是5000多 和回国的机票都完全不能比达 不能比达 然后孙策策和刮兮兮子又坐飞机去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 很好 多少天 多少天 13天 对 对 对 然后我们又从斯里兰卡坐飞机到马来西亚 对 机票是2192元 对 我还有多一项消费 我必须给签证 对 然后这次签证我是找中介办的 所以说就有点贵 对 然后这个签证费是580元 如果自己办的话 肯定便宜很多 580元 我必须给签证费 对 你不要 我不要 对 很好 哈哈哈 然后我们到了吉隆坡 吉隆坡 前三天住的比较贵 对 中价差不多是150多 对 然后用了479元 三个晚上 三个晚上 后面我们就到了马六甲 马六甲 住到老板 对 老板6个晚上 一样的吉隆坡三个晚上 对 6个晚上要比吉隆坡三个晚上 对 然后后面我们又从马六甲 来回到吉隆坡 我们算个便宜的 对 住了四个晚上 三个晚上 三百元人民币 三百元人民币 然后整个马来西亚的住宿消费的话 就是一千二百五十六元 对 然后在马来西亚的十三天里呢 我们除开住宿和机票 我们就按每天消费两百元来算 对 其实这两百元我已经算多了 而且是囊括了 后面我们吃活泼串出来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一天三顿饭 基本上哪怕在吉隆坡 也是三十马比三十马比三十马比 对对对 然后这三顿饭就是一百四十多的 人民币 对 然后我们有一半的时间在马六甲 马六甲的消费就只有吉隆坡的 百分之六十左右 六十对 特别棒特别吃 特别棒 所以说我们每天就按两百的 人民币算 然后这个多出来的钱就包括了后面 我们吃串串吃活的消费 对 然后十三天的话一共就是二千六百的 而且六百人民币 而且六百人民币 然后在马来西亚的整个消费 加所有机票现在 然后所有消费就是六六二八元 对 然后大家就可以看得出马来西亚的消费 确实比四月南卡要高很多 对 但是马来西亚 感觉 朋友们 人们 对 给我们的感觉 对 这个是不能用钱去衡量的 真的 这个我们也觉得相当值 非常值得 对 相当相当值 终身难忘 终身难忘 然后我们就从吉隆坡坐飞机又到了 我 游走飞机 这个机票是二千二百二十二元 对 然后签证的话是我们都需要落地签的 然后中国人和越南人是二十美元 对 其他的外国人 外国人 四十美元 对 对 很感谢大使馆的努力 谢谢国家 谢谢国家 对 然后呢 整个的一个消费 就从离开亚美亚 到入境老挝 整个的消费就是17418人民 对 一万七多 对 然后这个一万七千多 其实不算便宜 为什么 因为现在疫情的时候 机票确实都有所上涨 对 但是这个一万七千多的消费 对比从国外飞到国内的简直不算什么东西 简直 你买不到 就一个人的机票你都买不到 完全买不到 对 当然了 如果你这一个月只在一个国家呆的话 也花不了那么多钱 对 就是慢慢慢慢的 慢慢慢慢的 对 一步一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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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概就这样 然后给朋友们说明一下 为什么我们要到老挝 为什么 一步一步到老挝 一步一步老 对 因为第一个 据我们所知 老挝是允许陆路回国的 对 但是老挝的机票就不考虑了 对 因为老挝的机票是3W 对 3万能力一张 还不算你是否能拿到绿码 就这票是3万一张 而且前几天也熔断了很多班次 现在我一查已经查不到了 根本查不到了 查不到了 所以说我们来老挝 主要是想看陆路能不能回去 对 还有第二个原因 之前我给朋友们提过说 我们想去越南 对 为什么去越南 其实去越南 是一个比较理想的选择 在我心目中 对 因为去越南对我们来说是 进可攻退可守 为什么 因为越南也可以走陆路 陆路 对 然后第二个 越南的回国的机票 胡志明到广州 据我观察了一两个月 好像没有熔断过 而且票价是 一万五人民币一张 对 说实话一万五我接受 I accept 对 两千美元一张单程票 对 我已经接受这个价格了 对 然后第三点就是 很多朋友都建议我们 去China Hong Kong 中国香港 对对对 我觉得也是一个可行的方法 当然也有风险 对 越南 飞香港的机票 第一个价格很实惠 但是在老挝呢 你要飞香港就相当相当难 但是我最后还是体验到了老祖宗的智慧 什么叫道狂离苦 为什么越南那么便宜的机票 而且每周都有 因为我觉得 我感觉越南这次的旅游业是放弃了中国游客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去过大使馆 对 越南的大使馆 对 马里亚是可以办电子签的 电子签有100多个国家都可以办 唯独中国大陆的护照不给办 对 然后我们去了大使馆 大使馆也不给你办 对 然后我们也问了在国内的大使馆 对 我甚至可以把护照寄回国内办好了再拿过来 旅游签也不办 所以说这也导致了 为什么越南的机票那么稳定 那么便宜 为什么 道狂离苦 对 其实越南这个小重点 我觉得目光太短浅了 我觉得可能去过越南旅游的朋友 或者说是了解过越南人 其实很近 我们两个国家 对 习俗各方面 我们过的节日 他们也不 festival 对 对 一样的 然后我不知道有朋友去看过 越南的主持 没有 池塘没有 对 全是中文 牌匾 各方面 中文的建筑风格 对 Temple 对 这边我们也去看了一个越南的寺庙 对 完全重视风格 耶 南海观音啊 对 佛啊之类的 对 而且在越南 你说一句师父 他就会回答你去悟空 他们也看西游记 也看保景天 对 所以说这个小重点 也很可惜 很可惜 但是呢 我相信有一天 他还是会 我也相信 他还是会浪子 回头 我也相信 喂 喂你好 请问是老挝大使馆吗 中国主导大使馆 零食 你 我不是想要再来